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日前 蜂巢超时收费事件备受关注 一封上海中环花院小区致蜂巢公司的公开信 让上海首家暂停使用蜂巢快递柜的中环花院小区成为焦点 该文从企业经营 业务流程 通识逻辑等角度 博斥蜂巢 并阐明诉求 被网友称赞 逻辑缜密 有理有据 难度记者获悉 这封在小区公众号发布后迅速获得10万家并刷屏的公开信 由该小区业委会主任何剑执笔两小时成稿 5月12号 何剑接受难度记者专访 谈到公开信获得的高关注度 他认为只是揭露了一些人们不了解的数据 来驳斥蜂巢自称亏损 对于怒对蜂巢的说法 他并不赞成 我们不是对 也不是攻击 只是基于自身立场辩护 维护合法权益 希望问题解决